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杨新平 是兵团第九师 164团七年之工 目前是兵团飞夷套菜落画 创始人和传承人 我最早的职业是开出垃圾的 就给我几梗 离地 播种 干这个的 但是从中喜欢绘画 对这个绘画一直也没丢 就是偶尔一次回老家 就是探家 然后在老家那儿捞一阵 上面捞一些昆虫鱼家花娘树木 我敢听话玩的 就从那儿产生了对他感人的兴趣 就是回来以后一边工作 闲暇之余就拿一些破板 木板 就开始搞老花 创造兵团题材 从哪儿下搜 首先可能故事我知道 因为我是兵团的娃娃 但是从一个立摩者 突然去创造作品 还要把兵团的干净融合到画里面 我用一年时间调整 就慢慢调整 我作为兵团人的二代啊 我就想把兵团没瓦掘的兵团红热记忆故事 我把它瓦掘出来 用人画展示出来 留给后人 够了 但是就是以宿便而成立的 我就画了一套宿便模型系列 从最早的宿便这地窝子 然后到上海执行 就是全国的执行来执贬 来执贬 来到这儿 然后慢慢就是 我的父母他们谈那一项 然后我们二代 就是我妈妈带着我们 这是兵团 第二代 然后你看从水开始 又朽了 慢慢慢慢开始鬼化了 地窝子 慢慢建造土壁房了 摇动出来了 少说有事该管了 然后到这儿 我们再带来 带来我们的娃娃 你看我们这个 就是在带来的第三代 娃娃 这个水开始鬼化了 有小桥流水了 感觉 弄滚啊 集结化一下都出来了 包括楼房也开始建设了 然后到现在 就是成了一个 整个这块 成了宿命母亲广场了 水给它搞成公园了 小桥流水人出来了 包括上我们的执手 这个也可以叫 成为是执手下的故事 就是把这个肥仪进校园 最最重要的是 用老话的题 再给大家讲饼团故事 就是唯一给叫娃娃 从这个画里面 寄下来 学会这门艺术 也喜欢从艺术里面 体会到饼团画 就要得感受到 什么叫饼团警察 诸多个画面 看着饼团警察 嘴唢砸过来的 他能够警慎 并不让他取此吃这个骨 你也得从这个走过来 不是这样子的 对 你把那种警慎 隔到你身上 吃骨的警慎隔到你身上 你再往下生活的话 你更好走了这个路 这个鸡就再给它收编出来 鸡向边关 咱们作为饼团 你作为饼团复带 一定要记着 咱们是干嘛的 咱们是饼团复带的 对 收编的 对吧 电的 就这样子 就行了 你那笔长大还长大 这不就是我拖着这个地方去闻 你饼团人就把你饼团的时候挂开 我就是饼团人 我所知道的 可能最了解的就是饼团故事 那我就把它作为故事 把它形成我这个艺术形式 展现给大家 然后更多人看到 从这个画面看到 能体现出我们饼团人的架构清坏 距离 远